有人执著很深,有人就模糊一點,就不太計較 那個不太計較的,他的息息時間就短了 很执著,很計較的,什麼都是都很在意的 他的息息就比較難斷 所以我們從日常生活當中,我們就能體會到 無事無明息息大概也是不例外 所以佛將三大神器是最長的一個限期 不會超過這個期限 那麼我們相信一大神器,兩大神器成就的一定也很多